现在是7月下旬 这是南韩武区的一个专业苗圃 今天我们来看看苗圃卖的圣诞玫瑰 很多花店都已经开始打折 甚至关门了 季节性的 这里是专业苗圃 还是生意 生意还不错 人不多 但是人买花的还是挺多的 好回到今天的主题 圣诞玫瑰 这里有不少品种 上面从上面的 看看牌子 从上面的牌子可以看出 有些品种真不错呀 看看这个虫瓣的 看看这个黄边的 桃子形状 桃子颜色的 以前我去过有个店叫做799店 今年改899了 就是挺远的地方 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当然这也不进 这里也不进 但是这里的花的质量要好很多 因为在那家店 那799店 899店 就是一点点叶子 这里基本上都是挺旺的 还可以 还可以吧 因为买花呀 有的时候你图品种 买很小一点点 本来那个品种 就是很特殊的品种 长得生长极为缓慢 你要是再买的话 又买一点点小 那就失败的可能性极高 现在还开着花 有点不正常啊 属于不正常 正常情况下 连这种假花瓣 应该早就掉了 真花早就完了 你看里头已经没有花了 就是假花瓣还留在这儿 生的玫瑰 往往容易被它的花 被它的花 所迷惑 所吸引 如果是新手 如果是新手 你想试试生的玫瑰的话 就找最大众 最便宜的品种 最旺 你看这里哪个长得最旺 就找那个最旺的品种 如果你是冲着品种买 那就一定要在它开着花的时候买 眼见为食啊 你要是看不见的话 你要是看不见的话 有可能买到的不是你想要的品种 第二就是它开花 虽然是照片是对的哈 它是大镜头 大头照来的 那么从花园的效果来看 它开出的效果 可能你不一定满意 所以你要是追求特殊品种 要看着花 因为我知道哈 我看过花和那照片一对比 完全两回事 说它价钱的嘛 21块908 所有都是一家轮的盆子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不管品种 大种品种也好 特殊品种也好 都是同样的价钱 再给新手提个醒 如果鸟从来没种过的话 买来的时候 根部很多植物 根部买了以后 要把它打散 打散扣开了 然后再种下去 对于它来说 它不喜欢根被破坏 所以在种它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你可以把它打散 可以啊 但是不要太多破坏 比如折断 或者把它根部的泥土给弄掉 还有就是它种在阴棚下 阴棚应该是80% 过滤了80%的阳光 只有20%下来 所以它是比较耐阴的植物 但是在多伦多地区 多伦多地区会见过全日照的 全日照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行吧 多伦多 我说是多伦多 耐寒武区 全日照 全日照是有条件的 一定要土壤合适 潮湿 你要么有交个系统 要么就是土壤质量比较高 富含有机质 你比如说 它这里有机质是含的偏多 盆栽土里头 有机物含的偏多 你可以稍微少一点 但是富含有机物 会帮助它扎根 而且它一旦扎根以后 非常耐旱 非常耐旱 过两三年以后 都甚至不用浇水 我们家的就可以几乎 夏天都不需要浇水 就靠雨水就够了 还有一个提醒 你买了这只都是小苗 长得长得很大 一尺两尺 一大扑了 也就是说 你在最开始给它 重选择位置的时候 要留够它的发展空间 有人也可能说了 空间不够 我给它挪一位置 费劲 不行 不建议 因为它的根 还是那句话 它的根怕受伤害 你一再 它根长得底下扎得挺 挺扎实 挺深的 挺扩展的 挺大的 伤害了以后 对它的影响很大 或者是冬天在土壤化洞 你看这个矛盾吧 冬天土壤化洞的时候 就初冬和冬末的时候 可以给它一再相对容易一些 根伤害就伤害了 而且这个时候会损失开花 你最好把这花苞全都摘了 那么对于这种 整个夏天全是大绿叶子 不开花 夏天不开花的植物 有什么好处啊 它的好处就是在其他植物 都休眠的时候 它可能会表现 比如说12月份 要是有一个阳光明媚的角落 雪融化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绽放 也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圣诞玫瑰 圣诞节就可能开花 但正常 正常情况 可能二三月 三四月开花 或者说圣诞节 要是打开一两朵花的话 它会僵在那儿 那个花非常耐寒啊 它可能等到三四月份继续开 为什么冬天表现的花 夏天我来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有可能 现在七月下旬了啊 打折呀 它打折的时候 在你下手的时候 有一个思想准备 好了 圣诞玫瑰 夏天的选购就说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